OK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哈,给大家看一看什么上什么是这种极品的一个魔方寸啊 关战方分身藏进去,分身的话是增加自身的一个法伤,而且免疫对来免疫第一次攻击啊 请一三叠,扫在对战方宝宝身上,对战方宝宝是直接绿了一手 关战方开局的话就直接选择清宝宝哈,这也是一些法系打比赛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开局 因为请一三叠的话他是正好可以点掉一只,请一三叠的话他是正好可以点掉一只这个宝宝的哈 所以的话一般的一个法系都会选择开局直接点,对战方的一个宝宝绿的一个频率有点高 对战方飞舞过来,是一手小群鸟,三千 对战方飞舞过来,是我给战期了 Handlet,就是一个储宝简就 resilience 对战伍的一个弓简单,坏就不要一点势力很精脏 对战方的一个取秒伤害,并不是说特别高啊 因为本身这个丽女孩的话,她打宝宝其实是有一部分伤害加成的,你秒3000伤害的话,不算是特别高,真的不算特别高。 对待方才被观战方宝宝,观战方人物的一个抗性确实也还可以,对待方取秒过来的话,只能打1000血。 对待方老是拉这种隐身筒,观战方干脆直接出孩子给人物补鬼眼,这样的话是吧,我就能够垫到你的一个感知筒。 看来方这只高宫的话有点嚣张是吧,但是你没有了隐身之后啊,就是一刀祸。 对待选择破拳减杀观战方的一个人,观战方人物继续藏起来。 对于观战方而言的话,其实她并不着急,她只需要能够腾出,腾出啊,好几回合,然后她腾出那么一回合,只要能够垫对前方。 只要能够垫对前方一回合是吧,这就稳了。 你一般正常的一个宝宝,她是没有办法扛住观战方,两次的一个五雷咒的哈。 1.7千,这只宝宝先飞。 你这输出的话是吧,谁看谁不迷惑。 好减杀观战方继续电,再电飞对待方一只。 其实对待方应该算是比较能打的,但是在观战方面前的话还是很顿。 对待方人物被电池残血。 我们来到第一次去迷惑。 呜。 如果是有点充分,电池残血。 与胡闸。 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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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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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管达坊的话是触发了这种多秒的一个进门 一般只要触发这种经脉的话咱说句实话啊 最大方就离离书不远了 最大方漫天官大方的一个人 三千二出了一手金甲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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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